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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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整個殘花界 就殘阿輝 她真的是貢獻很大 因為她把她所有等於她的吃飯 就全部都交出來 所以滿謝謝她很感恩 台灣今天殘花 殘阿輝 有這樣的局面 阿嬤的功勞不可沒 沒有她前面的 還有我也很努力的在推 所以才有今天這種記憶會保存一下 殘花在台灣被稱作村載花 是一種以絲線纏繞於紫型及鐵絲 在用純手工所製作出來的飾品 據聞這是清末時 閩南地區流傳下來的民俗工藝 後來盛行於台灣民間 值得一提的是 這種殘花的工藝通常只傳女不傳子 像刺繡 其實都是當年大家歸秀的千金小姐 在家消磨時間的工藝 可惜因為時代變遷 這樣具有豐富內涵的傳統文化 其實幾乎快要失傳 遷就不見到 到家裡有廣東的花 就是阿富 春彩花人要知道的就是結婚假需要用的 頭上的裝飾品 而且它有輩份的不一樣 就要帶不同的花形 春的話 以台語來講就是春嘛 聖嘛 人家說 年年春 年年富 年年要大房 就是春嘛 其實春又還有一個解釋 就是我們春天是不是萬物都新生命的開始 所以它是意涵就是春宰花 對 其實早期大家聽到春阿花 就會覺得它是結婚用的 不管是閩南或客家都一樣 都是結婚嫁娶的時候用的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傳統的東西 我是覺得說你一定要讓它生活化 而且一定要跟大環境要結合 所以現在的春阿花就不一定是結婚嫁娶用 像平常像我現在戴的簡單的耳環 或是胸針 我們也可以做避飾 其實春阿花它也可以做裝置 那些看似過時的傳統技藝 可能就是服裝設計師的靈感來源 過去我在巴黎學習的是高級定制服設計 所以我特別欣賞這些需要時間和耐力的創作 就算是香奈爾和愛瑪士這樣成功的品牌集團 其實也都大量投入資金去幫助法國傳統手工藝工坊 繼續傳承 同時利用這些巧奪天工的手工藝來為自身品牌質感加分 也可以帶來傳統手工藝新生命新使命的雙贏成果 絕對值得我們效仿 收到雙贏通方面、黏身作痕 詞、黏身作秀方 拿、Ç乾、不stick、 descon屍b、 誒太誇張、 都大跟堡貓 兩ibr